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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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組法庭 海婷 沒有MV 應該記得有MV 回到這個 貴度的翻組法庭 有三套 拿出來就聊聊 其實這幾套 某程度上都比較輕鬆 以外翻組法庭一向來說 即是放在這裏 我們開櫃 即是我平時都說 放在法庭這些都是討論為主 而且多數來說 都是說有少少爭議 或者我們看到是有些 怪怪的的東西 就放在這裏 等大家可以警告一下 不是說那套東西是垃圾 那些垃圾的東西叫素雷 雖然近來我的少數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到 近年少了些垃圾的東西 上季套星團就接近 不過就留下半點薄面給他 天哥就說 李子判斷 算夠了 我們先講回這個季度的東西 第一套要講的就是 點滿農民相關技能之後 不知為何就變強了 其實理論上我看到這個剃圖 我竟然不想看 我也是 我真的很怕意剃圖 其實看到厭 即是你不是轉身就是劍嗎 我看了就想 你變成一隻劍 你可以搞什麼 我想開來看 但這一類又是很典型的 書店 無緣無故又是最強最聰明的 現在你去那些書店 買輕少的那一欄 你隨手掃幾本下來 就是那些 我已經變了剃圖 但我開動畫之後 我發現頭那三秒已經可以當搞笑片來看 我經常覺得他那種很搞笑 因為一開場 已經有隻3D的龍 就出來侵襲這個城市 但那隻3D的龍的質素 是可以跟X3相比的 有沒有像什麼 早機櫃什麼 賢者不知什麼 那條好像玩魚肚子那條龍 可以一拼 不過那條就不是3D 這裡就是3D黑色的龍 因為它的龍的類型 背景和人物的類型 是3個類型 那就是層次分明 我們數到3個類型 那就是層次分明 層次分明是什麼 那個Megion Power 2 都算是2D加3D 但它沒有X3那麼出色 只不過一看 很明顯已經是沒什麼錢 而且它的動作都是超級廉價 所以當小編來看得OK 入開啟動的時候 我覺得拿到一個重點 你看到那個男主角 是拿著鋤頭來打怪的 大王 我想起早幾季都 一套八萬生命 那套拿著那些鐮刀 那套就懶得認真 這套就搞笑 所以OK的 那套就好一點 那套就好一點 這套就是說男主角 就是一個很喜歡耕種的東西 還有它出生的時候 有一個優勢技能 就是它可以拿到很多經驗值 平常的人 去到死 那些等級都比較低 那它不知為什麼 它就可以升等級 升到爆了 升到很厲害 甚至乎連人捉魚的技能 都存在 一個全能的龍夫 龍神 它都很喜歡去耕種 去塗地 或者是 你需要說什麼 我不是塗你 我是塗地 你從一條龍說 我是塗地 不是塗你 那它真的很關心植物 它自己的農田 甚至很多時候 遇到它去救人 或者怎樣 它都說我要回去收割我的農作品 都比較接受的 但是呢 就在它所有的農業level 或者在魚業level升到10的時候 它突然得到一個清浩 這個清浩 就轉化成一個超強的攻擊力 就令它變成 就好像台武這樣說 就變成最強的人 因為它是 它的攻擊力是突然變得 連S級的勇者都避不上 是 其他東西就很簡單 就是變龍的天 就是什麼 現在變了 周星馳功夫那個阿婆 你這麼大力的阿婆 我更強的 沒錯 它就看到剛才那隻3D龍 就在侵襲那些城市 這隻龍很可愛 那隻龍在飛出去 對呀 Pokemon有個名字 就叫什麼立體龍 那它呢 就走走走走 在運貨的時候 在吃一支蘿蔔 然後呢 就看到 上面有條龍在飛過 然後呢 就說 它好像要襲擊人 好像很危險 就扔一條蘿蔔過去 打算叫它走 結果那條龍死了 好像導彈飛過去 然後爆炸 還要迴力彪飛回你的手 還要我看到 扔之前吃了一口 扔完回來 是扔回來的 扔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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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還要討論 這些工具力這麼厲害 我就覺得可以當笑片來看 但是你笑不出來 那一下 我覺得笑得出了很難 按鈕到笑 但是很認真 不是的 都是搞笑向的 不得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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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他之後無意中救了公主 或者是怎樣 他都是說 要快點回去收割的東西 很硬 或者是公主 他怎樣引誘他 成為一個冒險者 因為我不要做冒險者 要做冒夫 就是說我要給你 給你錢 我不要 我只想耕田 我給你一萬畝的田地給你 你幫我耕種 初時他就拒絕 你不能叫他去耕 他馬上跑去耕 對 你先讓他試一下 最後發現 有大批的怪物要來襲 攻擊他的村莊 對 要攻擊這個村莊 這個城 很危險 本來就想算 不管那麼多 耕田就算 那些怪物 平時經過那些農地 就弄爛了 但是這次又沒有 他們全部一條直線 走回城鎮 初時就想著 不關我的事 我這塊田沒有事就算 大家想一下 不是 我種完的東西要賣給人 如果城沒有了 那麼我賣不到東西給人 我的東西收割了會爛的 會糟糕的 那不行了 我要救城 就是我那個田地 沒有事 但是沒有了客 就沒有生意做 所以就是救了客 沒錯 那還有他就 他就變成龍奧天 拿著鎖頭去打一些怪 那他用的技能是什麼呢 就真的好像 翻滾泥土就是一個技能 去鎖地就是一個技能 真的鎖你 對 鎖地就變了鎖你 所以他那些農業技能 變成攻擊技能 是挺好笑的 是 就是他剛才南哥說 什麼 翻泥那個 那他原本正常應該是翻泥 但是變成了整個地 都飛了上來 這樣就變成炒 炒低了別人 那些東西 無意中就打敗了別人的魔族 那些很厲害的那些 又救了那些國王 王妃 那些東西 然後就 那他放在法庭這裏 有什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他的畫質 和他整個故事的流程 實在太過廉價了 我是怕之後 很難去入口 因為看的時候 劇情是笑得好笑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比較認真一點去看 你就覺得整件事好像很兒戲 除非他是搞笑路線做完 如果他後面開始認真 就會大件事 是否這樣 我覺得放在這裏的原因 有兩個 兩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那些畫質 就是南哥所說 因為他戰鬥的場面 就算是第一集也好 我都看到是不值不多的那些 這樣的感覺 那第二樣就是那些笑位 其實初時看應該是有些新鮮感的 但是之後就開始有些重複的感覺 就有些循環 那我怕他做到整個季 都會開始會掉落 沒有那麼好笑 那都是給大家這個關心 不是說這套東西很差 如果你純粹想放空腦去笑 這套東西你也可以選擇 不過可能有心理準備後面 可能會很一般的 不知道怎樣 因為他打魔族的時候 我覺得他好像大門大獸 是的 那如果你是當他好像大門大獸 那樣看我覺得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說之後是很認真的劇情 就是說什麼救人 打魔族 冒險 那些我就覺得差一點 就是看他耕中 或者是怎樣 我覺得反而是更加有趣 我是擔心他後面會多一點 就是如果他後面都給我多新意的話 那我這套東西絕對可以回到正常的位置 就是後面怕他掛著他傻怪 就不是傻地 那大概就這樣 那我可以講一下下一套 下一套有趣了 墳總有看的 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 戀愛超級系 這個就是超級系 因為上次墳總有集戀愛超級系的話題 就找我出去聊聊天 那說一說 我說不是喔 這句新版的橋段有點像 不過因為time table關係 那集應該是會後過這集出的 可能有機會 我說有點像 戀愛通識科 對 戀愛通識科 所以叫墳總看一下 簡單說一下我的劇情 其實就是一些老土竅來的 兩男兩女組合 你喜歡我我喜歡你這樣 但是他破天荒是什麼呢 為什麼叫他戀愛通識科 就是說在他這間學校 還是他這個社會 總之這間學校 那些高中生呢 就要有一男一女 就住進一個宿舍裡面 做這個人體實驗的 其實社會實驗 人體練成 對 人體練成 其實這個社會實驗 就是說他們要學習 怎樣去做夫婦 那就是說 通過這個夫婦練習 真是叫夫婦練習的 就是學習怎樣跟異性相處 那你畢業之後 你不懂得怎樣溝女啊 怎樣跟別人相處啊 那你那段婚姻 就可以非常的和睦 我們那一集是講的內容 我現在告訴你 可以變成整股專家的周星馳 那 東方這件事 首先 南美雙方位很輕人快的狀態 然後南方就把那條 褲頭帶脫開 是不是這樣做呢 沒錯 他真的兩個要是 但我想補充 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剛才阿拉 你已經說是一個通識科 裡面是說了有兩件事 就是很重點的說 第一件事 就是不准有越界的行為 不准博 對 no博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放 別人的 我修正你了 政治不正確啊 他不是說no博 他是說在鏡頭之下 不能夠有不正確的行為 不然就會扣分 我拆得很足 剛剛拆完漫畫 你應該變成設定人 對 我已經設定人 還有他那時候 說的預防措施是怎樣 大家都有個房門 都有個指紋的解鎖 大家就不可以去對方的房間 其實這個技巧上的東西叫門塞 不一定是房間的 還有你開完之後進去就可以了 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設定 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他們兩個人 或者他們做實驗的這一群人 全部都是講明美成年 這件事我覺得是十分之奇怪 因為你有呼呼實驗 究竟你要學的是什麼 其實他一開始 連老師都沒有講明 究竟他們是學 兩個人相處之間的容忍 謙虛或者什麼 那些東西 還是實際 你要無論是肉體 或其他東西 他沒有講明 把他的庫頭奶送開 重點是什麼呢 這套劇集 或者這個漫畫 都是沒有marking scheme 因為他有分規定 他有講過最終每月評分 但是你永遠都不知道 到底你做了什麼 會加分 扣分我明白 就是你吵架 不和諧 你就扣分 但是到底做了什麼 會加分 其實他沒有詳細描述 沒有詳細描述 但是我看動畫的時候 我看到他加分 所以我知道 他的marking是有什麼 請說 第一個marking 看到的就是 第一集 男女主角 他們就在梳化上 抱在一起 打了車輪 打了車輪 之後 加了量分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女主角 用他的胸口 就去空襲 波推 波推 加了一分 那這些全部 不是只是溝通技巧 方便加分 對 身體接觸都可以加分 但是說 不准躍鬼行為 從畫面上去看 加分的行為 我只看到這兩個 其他的marking是怎樣 因為我們有討論過的話題 他說 不可以做過激行為 躍鬼行為 我們先當 不准登文 然後我跟軒哥出水 我們就想起 我們有位朋友 他講過他中學的一件事 給我們聽 是什麼事呢 他中學的時候 曾經 學校搞過一個CS大賽 在學校被人說很正常 在電腦室 整班玩CS 但同場 有訓導老師駐守 結果 抓了很多我講粗口的學生 現在 是啊 我上學有演唱舞 哈哈哈哈 我的朋友就說 那個是陷阱 來的 那現在這個 我覺得也是CS大賽的 有訓導站在那裡 還有 你說得對 因為他裡面 有很多情境 你懷疑他是不是 設置一個track 給你 看看扣不扣到你分 或者是 那個情境你怎樣拆 不是扣分的 是被警察拘捕的 哈哈哈哈 而且 而且 剛才你說的 很多人都討論 你加兩分 那我拆分可以嗎 是啊 我一旦不斷 kiss 就當作拆分 或者 我當 你說夫婦實習 你說要大家的關係好 我在你的鏡頭外 可以扮演 男女主角也是扮演 但如果外面 我真的實際追求那條女 那我是不是會加分還是扣分 NTR會不會計算多少分 對 就是現在 你的男主角是想NTR 哈哈哈哈 就是一班 血氣方的中學生 無論男性女性 都可以很多幻想 那你真的出了事 那究竟是被警察拆 還是扣你分 我和你盤點幾個場景 第一個場景就是 房間的混蛋 原來是會停電的 哈哈哈哈 那個CCTV沒有了 哈哈哈哈 當時男女主角是沒有穿衣 就是有穿空圍 不知道 房間進不回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甚麼設計 房間也是很難的 他們不是說有指紋鎖嗎 但其實是可以開門讓對方入 而他們是進了對方的房間 是啊 所以房間裡面是甚麼 沒有CCTV的 浴室也是沒有的 其實指紋鎖就是 等你不能夜襲 大家妥協了OK 丟了OK 丟了可以丟的 還有停電那一刻 我簡直覺得是要轉椅 是看你們這些混蛋 會不會有反應 還是怎樣 是Event來的 即是房間進不了 在廳裡 那你們會不會做些甚麼 做些甚麼你就 放一個紅外線攝影 拍攝著你們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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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明男主角是有生理反應 那你扣不扣 倒極大戰 賴絲 為何 一般來說電子鎖的門 其實你停電它有措施就是 要不就直接解鎖 不會讓你鎖 因為你如果鎖了的話 是真的很大件事 那你現在不是設定嗎 我覺得是直接設定一個 調查給他 你們這些混蛋 你們兩個走出廳吧 來來 停點 還有一樣 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那時候說 如果你這一科是fail的話 不能進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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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這個是必修科來的嘛 那就要累積分數 那如果不夠分力當然不夠分力 但是呢 還有條 rule 就是說 拿A 不知連續多少拿A 最高分的那批人呢 就可以換partner 教換老婆啊 可以換妻啊 那如果 家庭關裡面 去玩遊戲 換東西 那算不算好呢 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用回數學邏輯 我又拿A 對方又拿A 那如果我們想換的人 剛好不是對方的話 你計算誰 那你就計算了 對 那是不是按夠啊 對 還有呢 在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其實應該反過來 最低分的 看看會不會選另一個 對 你本身是高分的 你已經可以處理到 你為什麼還要換野拳的高分 可以再高分一點 就是玩一下 現在不是說 好像是 男主角喜歡那個 就低分 現在究竟是NTR人 還是同事被NTR 那樣 如果約同學生一起 四個一個多人活動 那怎麼計分 那可能有AQ 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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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分數 我就是乘上去的 你不是 就是剛才說第二集 還是第三集 他喜歡那位女主角 是來了他 交召喚她 那夠不夠分 對 話說就是這樣的 男主角就叫次郎 次郎就喜歡詩跡 詩跡就是她的青梅竹馬 誰知道分配的時候 他 阿次郎 阿次郎就跟阿星 真的是阿星 跟阿星 就一組 那他暗戀那個詩跡 是 是 認識阿星 認識阿星 接你接你 然後詩跡就跟了全校最英俊的那個 就是男神 而那個男神 其實阿星是暗戀那個男神 就是最傳統的四角關係 初時你看都覺得 嘩 到底他是 他一直擔心 阿詩跡給人家 因為對方是男神 其他方面 他也是在佔據阿星的內心 所以其實都 就是看誰快手 你當時看 這樣 所以現在 就是 即是 NTRO Speed 1 看誰快一點 可能有 加分50分 好 你不得了同學 加你分 那扣分誰扣 這一套看的觀感感受就是 那些鹽花 那些畫 那些女 那些男的都做得好 都英俊 英俊 就是在看這些設定 你又覺得很奇怪 究竟這一科目的是什麼 一個AV的設定 但是要做全靈向 我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的服務是夠的 為了做節目 我犧牲自己也看漫畫 其實漫畫 真的很辛苦 天氣乾燥 哈哈哈哈 其實漫畫 它是一個很classic的 那些少女漫畫風 就是有猩猩猩猩猩 那些 那些 人樣和動畫 是有少少出入的 特別是男主角 漫畫 本身是少女漫畫 還沒比較重 少女漫畫 是比較重的 男主角在漫畫裡面 也比較帥 所以很多時候 你看的少女漫畫 你會只會有一個 濾濾 即是你轉了一個模式 是少女漫畫 就是這樣 即是你看尋夢園 你不會去追她的設定 一看少女漫畫 就設定擺開 對 你轉開了那個模式 但是這次動畫 它有少少走一般的畫風 和設定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挑剔 不是喔 你這個戀愛必修科 這裡有這些問題 還有它漫畫的節奏 快一點 所以你看的時候 好像沒有那麼大 但其實也是 現在看一看 覺得這間學校 瘋狂的程度 拍攝著大屠殺那間 Exactly 大屠殺那間是瘋狂的 沒有人有意義 這間不是瘋狂 也是瘋狂的 即是不是 那些憤怒主人 在那裡說 I want to play a game 就是他去玩這些東西 我也很認同 設定我看了一張心 想 設定那裡寫的 我有這個感覺 但是 很有趣地 我看了第二集 即是看了第二集 設定那部分 我真的沒有爭辯 真的完全狠 但是搞笑地 我覺得他寫的人物 心情那部分 OK 即是如果說 男主角 可能一來 跟阿星 這個字 跟阿星有些 有些 我妹妹 但他心裡 又喜歡詩跡 然後詩跡 喜歡他那些東西 或者是 阿星在那裡 那些東西 他這些那些人物 跟他又不調製 其實寫得挺好的 挺好的 因為其實 詩跡跟他是 青梅竹馬 那段感情已經寫得很穩陣 那阿星其實是傲嬌 就是 他一方面說 他喜歡男神 但其實一直都對 男主角 即是次郎 是有些曖昧的 加上他那些 service 位 就是落得挺重的 所以你說 作為一個普通戀愛 回來說 他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我看完第二集 就覺得我 應該會看完到季尾 就是 那幾個角色 那些東西 吸引到我想繼續看下去 就是 我不會想看設定 如何建立下去 因為設定就是 是神經病的 是神經病的 但是 角色那部分 就令我會想看 還有 我看了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多數的設定 神經病的作品 應該那一集的節奏很亂 但我看回 又不是 很有趣的 第一集的節奏 你不要計劃 其實節奏又掌握得OK 我看回劇本 或者統籌 原來是荒村亂狗搞的 所以 他功力都大家明白 所以 這部分 可能有些東西 他就看得好的 我覺得是 最基本這套東西的設定 那裡就 令到我們 是這樣的 但是 其他的方面 我覺得這套東西 是給你的 都是普通的 校園都會去看 你只要不要 那些設定 雖然很難 但是那部分是很划 所以 正常社會 搞這樣的 就是那些是SchoolDays的劇情 就是大屠莎 很色的版 AV版 可以搞這些劇情 就是 你一開始跟他說 日本少子化問題很嚴重 然後就是推行這個新的幫案 就是 然後 我覺得 整件事會很好很多 可能和幾個都還挺改 是啊 始終他本身是少女漫畫 就明白 少女漫畫 這些位置就沒有一套太多 但是這套 設定關係 所以就放在法庭這裏 但其實有去好看的位置 不過下一套就 今季討論都有一些聽眾問 那套是否直接扔到法庭 這樣問我們 結果都真的扔到法庭這裏 有東西可以討論的 先說什麼 就是亂說VLOPS 但我不懂怎樣形容這套 這套東西就是 暫時如果用第一集的角度去看 它是集成了全部最老套的戀愛劇的開頭劇情 比如說 含著麵包撞到 轉角位 乘電車坐在你身上 不知怎算好 它是在樓梯隔了幾級樓梯飛下來 被他抓住那些 抓住他給你吃雞蛋餅 其實那一刻我是想起什麼 我想起The Boys的爪梯坐在我身上 爆了 我也是想起坐在我身上 爆了頭 還有就是說 不小心陷下 但凶雜人 那些都齊了 它有個新意的 那個新意真的很新意 三部節 被狗屌 爆菊花 我想說 被狗屌 還有什麼 最後還有一塊櫻花樹下表白 你想得出的老套劇情 全部集在一起 路西表白 對 還不知道自己沒有底部 其實我原本是在想這套不是溝辭 因為可能玩到這樣 又玩了一棵樹下表白 好像心跳回憶一樣 對 我想他是不是玩什麼溝辭 如果他是玩溝辭 我也覺得更好一點 因為他第一集的戀愛梯 老套到我覺得男主角是有些什麼 我看得覺得尷尬 明白嗎 我甚至覺得是不是電腦世界 給他一千五條線那些 因為他玩到有Cyber 他居住城市周圍 Cyber Pump Cyber Pump 那個清潔機械人會吸引底褲那一條 對 吸引底褲那一條 但是他有些是Cyber 有些是不Cyber 喂 很Cyber的 有個漢香蕉機在這裡 多Cyber 這個Cyber Pump 還有他很緊張 到最後回到學 坐個位置 那五條女就在他旁邊 全部變成轉向 一個就是老師來一點 好像圍棋圍著 可以吃了 他家裡 你是覺得是有一點點東西 是我在搞或者是有些背後設定 是不是電腦世界來的 對 或者是好像他在一隻Girl Game裡面 那我會理解 他是新條線來的 或者是那些 但去到第二集都還在重複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真的很尷尬 是看得不想看的 去到第二集 第一集我們都猜到是不是什麼混淆片 第二集跟你說 原來這群女全部都是你老婆的候選人 誰給他候選 他爸爸 他爸爸說 他爸爸找來的 對 他說 我找了這些候選人 你選一個 所以他就故意用這些方法 然後那個男主角就說 中間有一條兒子 他說 我爸爸很開明的 我不會加以聲別的 即是爸爸找了給他 所以安排一分 你自己選一個 那些橋段是這些女主角做出來的 不是 緣分 緣分 對 如果你說是這些女主角做出來 我覺得更有趣 對 我就覺得 後面有一些陰謀在做 如果是這樣更好玩 即是後面下去這樣會更有趣 如果不是這樣發展 暫時看起來我不覺得是 就會更悶 重點是這條橋段 Saturday 是一套H動畫的劇情 我忘了名字 總之又是爸爸 找了幾個女人回來 跟兒子說 這段時間你們自己生活了 兒子要不要炮頭 我要了 那最後當然是要了 H 但他的劇情基本上一樣 而且他好像改變了現實的東西 因為他五條女 在懸關到一字跪在等他回來的時候 他問我家裡哪有這麼多位 他發覺他的家裡是無緣無故擴大了很多 是不是他在什麼昏迷 其實他在一個虛擬空間 阿絕劍的那些 在風陪的 對 會不會是這些 可能是 如果你是這樣寫 都算有點有趣 對 如果是有趣 但是暫時看這兩集不像 不如你繼續說我插貓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創還是怎樣 而且他看上去第二集 我記得是原創回來 我覺得更加尷尬 整班女人是貼上去 但是男主角是有點害怕的 對 這個是原創電視動畫作品 所以我是沒得猜的 或者是沒有貓子看的 人家銀河聖木女小樽 就說要追求女人追求到 AI成熟了 拯救宇宙而已 他這裡真是九不八百 突然間一群女 一群女融起來 他比HGame更大 我開宗明義 就是告訴你 我們有什麼家族關係 有寫世界觀 沒有的 突然間一睡醒 已經是一個很浪費的世界 我看到一些人在說 因為其實有些人在說 會不會是一些 即是後面會扭曲的 因為他們說 他家裡的鬧鐘 會說話 會不會是QB之類的 會不會是QB之類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應該有想過了 如果你玩的話 會不會有趣 如果你這樣玩 這套東西還有得救 但現在我們暫時看兩集 我覺得這套東西 真的值得放在討論 他是完美地表現到 後攻翻 是可以多煩和多尷 是 為什麼是排在這裡 因為他有後續 是可以救得回 如果他最後 或者未來的兩集 或者最後面是說 原來的反轉是這樣的 原來反轉 這套是叮噹大雄自閉症的那條Q 他昏迷了全部東西 去FF幻想 翁翁翁救打飛機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不是說 那套後面翻 是說 原來的反轉是說 他不是真的在那個世界裡 是真的出去了 還是怎樣 這樣是好看的 這麼說 這套東西 暫時感覺是 他有潛力成為一套 伏野 也有潛力成為一套 可能搞笑的東西 就不知是哪樣 要看一個故事寫下去 如果你是去到這麼高 就說 我這兩集專門玩老耿野 等你過一間 後面那條大橋一流 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做 雖然的可能性 感覺上沒有那麼高 但如果是的話 他就會有些有趣的東西出來 所以 其實他是想不到知道 會怎樣 因為他始終是原創版 所以就 這個就是原創版的有趣之處 好玩 原創版是一樣有趣的 所以 我某程度上也期待 後面會怎樣 但他最後一個後宮翻 他跟那些女兒 或者兒子 是沒有什麼交會的地方 你每一次出現都覺得尷尬 那理論上這麼多集 後面應該要做一下每人一回 或者半集一個 但他intro deals 那些女兒 都是很突兀 很片面 即是你哪怕四眼妹 不是樹下告白的 你那個是拋頭 即是除非我們猜中 即是說原本他是有些陰謀 或者是上一世 或者是現實外 或者是Gridman來的 對 我就是想就是這個辦法 對 即是除非是Gridman 畢生遙線 就是把這怪獸出來 找人把這怪獸去 把這女兒出來 對 其實就看他的辦法 就玩下去 希望他是玩一套 拋東西出來 不是變成一套拋東西 嗯 是 那 所以嚴格來說 這次法庭這三套 都是討論一下的 就是後面 你要不知道後面怎麼發展 就是有些東西 是很有趣的 沒有錯 就像剛才這樣 不是鎖地 不是鎖地 就是鎖地 是有些是有些東西 他戀愛火一套 那一套 那些女兒 勾我都算 你兩集都玩爆菊花 我就真的 你除非玩再追 每集她都被人爆菊花 所以我真的頂不上這套 而且再看這次又 看別人被人爆菊花 有幾個古怪的感覺 而且狗要不要很色情 狗那天我覺得有點奇怪 搞個笑就算了 即使你後面會扭招也好 你前面這些內容都吸引不了我 其實就麻煩你了 我就是一般般 也想看一條招是怎樣 希望它真的有招 一會跟你說my plan is no plan 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 如果那個廳這麼大 因為它的廳真的很大 那到下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顧直抽自然 我法庭繼續留在這裏 不用停警放出去 大概差不多了 這季的讀畫 老實說也有很多個人的 要不然我們也不會說了那麼多一節 到季尾回來 可以再跟大家總結 至於有沒有結束 可能我們沒有說 你會覺得很有趣想和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留意和我們聊聊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加入我們的各大社交網絡 也可以做我的Youtube會員 每個月給多一份支持 我們也可以每星期有獨家內容 讓你收聽收看 今集戰隊來到這裏 差不多了 下集回來做什麼題目呢 下集再算了 看看怎樣 可能做一些專題類還是短編類 還是錯回一集 對呀 我有一集藍片會灌透在這裏 所以下集戰隊的檔期 隔個星期二回來會有些什麼 到時你就知道了 好 多謝各位收聽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